大家好,我是Stan 前一阵子,意大利索尼的所属公司发表过 意大利索尼成员Chu因为事先安排好的个人行程 所以无法参加意大利索尼首次的欧美巡回演唱会 接着又有媒体爆料 Chu将会搬到新的公司 接着也有战节爆料 公司溃代Chu而引起了公司与Chu是不是有纠纷的争议 然后在7月25号,公司又发表了一个让粉丝们非常 的通知 7月25号,意大利索尼的所属公司官方声明 意大利索尼Chu因为事先安排好的个人行程 所以无法参加意大利索尼日本第二张单曲活动 以及日本东京的演唱会 这个发表真的是让粉丝们纳闷了 日本单曲是根本没有参加录音呢 还是只是不参加打歌活动呢 然后到底那个事先安排好的行程是有多重要的话 连就在隔壁日本举行的演唱会一天都无法参加呢 哪有爱豆会因为个人行程不参加世界巡回呢 除非是健康问题,根本无法理解 退团就退团,不是就不是,请快点说明吧 在有纠纷报道之后 一天都没有西安过 明明应该都已经讨论结束了 为什么还这么拖呢 哎,反而希望办公司邀言是真的 这根本就是光明正大的在排挤孩子 但是如果之前的报道是事实 那现在应该是专属合约效率停止的状态 所属公司也不能强迫Chu参加演唱会 对于Chu的所有权限应该也都停止了 对于意大利索尼所属公司的发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休息是 但是在2019年有出演过XTDN电台的短剧 而PN的Studio表示 会全力支援Giu的演员活动 真的有后期Giu的金矿 演员很相配,加油 Giu应该会做得很好的 短剧演戏很困难 但是他演得很好 从专属于安寅经纪公司的子公司 然后再加上柏青鞋 真的去对公司了 希望能早点看到电视剧电影中的几乎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IY成员们的最新近况 Imna영 Changha Kimse정 Jayn Jayn JuGol경 Ja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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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再見 掰掰